繼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之後 最令我失落的就是 《瘋狗日報》和《賣Radio》 在香港做的節目都將會暫時停止運作 旭敏接受訪問時 如果連《立場新聞》都被煽為煽動行物 《瘋狗日報》就一定中招 他要考慮在香港同時的安全 他評估過現在的情況 雖然《立場》和《眾新聞》兩者很多主張都批評過 但始終他們都是香港重要的網上媒體 民主派的支持者由淺黃到深黃都會看 他們兩個停運就顯示新聞自由全面失手 他亦宣布旗下 網媒的未來走向 他說《瘋狗日報》是要害部門 他說如果《立場新聞》的評論都視為煽動行物 《瘋狗日報》更硬 所以《瘋狗日報》的官方網站和社交網站已經刪除了 所以昨天我上《瘋狗日報》的網站已經刪除了 他說如果日下有機會就在台灣復刊 如果有足夠人手的資源的話 至於賣電影 在香港做的節目 都會暫時下架 包括 《科學生之外》《神秘之夜》 等等這些節目 梁錦祥、《一周時事》、《影碟情報室》 雖然沒有做幾個星期 《天地》有正氣呢? 《天地》有正氣 也沒有做很久了 我不知道 新節目也有聲東擊西 那些就全部不做了 原因是大家自己去解讀 他說希望在香港的同事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下繼續工作 當然在Facebook這段影片下面 也有很多人還在営余 我看到一些相識的所謂同路人名 什麼線落凍頭中有報 到今時今日都還有人說這些 真的無言而對 這當然是一個很significant的 可能大家有可能覺得現在 不是那麼聚焦 但是賣電影 真是 但開封氣不為絲 甚至乎他應該比蕭先生的人民網 當年賣電影的前身 很簡單 做Youtube 可能最初Youtube都沒有由陳冠希事件 現在說的是07、08年開始 十幾年 到今時今日 我想旭敏因為人不在香港 特別更加 因為你始終要負責任的 對香港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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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麽敢說 他們一定沒事呢 但是對我來說是失落了 我今晚 我看今晚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會去 聯絡一下 賣電影的人 你說你想來做節目 那就無謂了 就是現在 就是這樣說 有人給我一枝掛 是嗎 給我一枝掛 有風得好嗎 是 另外一位朋友 OK 這個就是叫 浩 豬風 浩豬風 OK 他說他突然間 心血來潮 就給我起了一枝掛 那個爬那些我就不說了 他就說 你是 在現在風高浪急 就說 移退 移手不移攻 這些都很正常 移手不移攻 他說 如果你要 太過 攻擊的話 就很容易被小人 暗算 我說這樣是不是要收皮呢 他說不是 是低調 他說反而 反而 他說如果在加南的時候 求到這枝掛 就是 大喜之兆 真是 在艱難的時候 求到這枝掛 就是掛清除障礙 大步向前 那我就想 很圓 首先 不是不是不是 不圓 很簡單的一條掛 OK 但問題 現在算不算是艱難之時 你說如果在我來說 就是我和你 算不算是艱難之時 你問我 一定是艱難之時 OK 怎麼會不是艱難之時 大大環境 這樣 你怎麼會不是艱難 只要是艱難之時 他說總而言 如果在艱難之時 求得此 就表示 清除障礙 即是黎明來到 黎明來到 那一隻 OK 當然 這些東西 我覺得要信的 OK 你不要這樣笑 因為阿正 憑著這個信念 繼續留在香港 他不是用任何分析的 不是用客觀分析 因為客觀分析一定都離開了 是 我們是憑信念 嗯 信念 OK 所以 既然是這樣 尤其是我們這麼愛國 是吧 我們也不參與政治 甚至乎我們現在讀報紙 我也沒有評論 我真的不敢評論 我不是不夠膽 我不知道怎麼評論 是 OK 當然是可惜了 是吧 星期一的天天天藍 昨天我想聽已經沒得聽了 天天天藍有些網友 有些支持得我們的網友 我也是你的網友 嗯 我是聽眾 是吧 我真的背了 我不是留的 星期三 我都說我是網台職 我不是聽很多節目 星期三的《科學生思》 是 接著《一代鋼門》 何鴻卿 何鴻卿的《足球世界》 《毓民喵場》 是呀 何鴻卿 那些《足球世界》也沒有了 是呀 《毓民喵場》 那些也不用說的 《毓民踢爆》那些也不用說的 是 接著星期五的 台獎的梁錦祥一周時事 說國際事件多 是說 星期六的《神秘之夜》 之前的《影點情報室》 現在還有 司徒文俊 會來不來講澳門事件 OK 現在沒有了 《星東激西》呢 《星東激西》呢 《星東激西》我沒有聽的 我沒有聽的 是否音樂節目也有一次 有唱歌 《星東激西》呢 《星東激西》我沒有聽的 我沒有聽的 是否音樂節目也有一次 有唱歌 《雙東激西》 但我沒有聽的 對我來說當然是打擊的 所以 今天早上有酒呢 天然解脈 沒有聽 天然解脈我也有聽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為了支持媒體 我很久沒有做這個動作了 我訂閱商業一台 360元一年 我真的想不到 我十幾年沒有給錢訂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有一個網站叫做《月運流星》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是大陸還是香港 他把全港台 全香港電台 商業電台 所有網台包括我們 包括D100 所有節目 每一個節目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時間精神 所有節目 全部上去《月運流星》這個網站 可能有十幾年 但是他一個這樣的網站 都決定在2021年12月31日 終結了 這個也是 就是我為什麼要付錢 訂商業電台 如果我要上聽《光明頂》 如果我要上聽《晴朗》 有時你會有些雜數你會上聽 甚至乎 港台就不用 因為港台是官方可以聽回廣東 因為港台可以聽廣東廣西 尤其是挺好笑的 有幾個學者我挺喜歡聽的 我覺得竟然有讀書讀得那麼瘀的 真的 這個世界真的很多 即是你在說夜晚的節目 夜晚的節目 就是廣東廣西那些 你讀書讀得那麼多 每個人都很聰明 你聽得出來的 那麼瘀的也有 他又不是撐共 是瘀的 真是 可能真的有代溝 七八十歲 就是讀書讀得那麼多才瘀的 讀得那麼瘀的 所以有時我多喜歡聽 轉不到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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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自己說話都瘀的 因為 你明知道有些眼前的事實 可能不太正確 但是 因為你又轉不到那個彎 因為民族主義那樣東西 嗯 你有沒有讀書讀得那麼多呢 真是 不過如果我每個月是200多元 給做何詩詩那邊的股源 不是每個月 一年 三百六 二百多元 三百六元 一年 做何詩詩 何詩詩要二百多元一個月這麼貴嗎 是的 支持一下 即是有什麼大學 之前有音樂會 每個月有時有些文章 何詩詩即是何韻詩 是的 他懂得寫文章嗎 是的 是的 哦 OK 那我是不是不如寫一下鹹股 做Patreon 不是更安全嗎 今天 那醫醫又上來 我打算做電子Art 跳我 把肥歷的照片放上去算了 今天 那醫醫上來叫我和你 不要再說 我直接賣東西 我說賣東西 一天賣兩個小時 一星期賣五天 又很辛苦 是 喂 大哥 我不是不想的 你沒有那麼多東西賣 大哥 對不對 你因為時事容易說 因為是每一天的 是 你試試講盡了金曲 我不要說 你講五天講八天 你怎麼說 今天我們就講1992年的中文金曲 又一集了 紫情也沒有那麼多一個 紫情我不知道我講到哪裡了 各位提一提我上次講到哪裡了 我想再講 但我不知道我講到哪裡了 忘記了 OK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